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剧《撒勒梅》在第三幕结束之前 有这一段背地音管的独奏部分 此时是由中提琴以战印的部分为伴奏 这样一来可以让背地音管的声音可以更清楚地被听到 Strauss第一次使用背地音管作为独奏乐器 他本身也并不是那么确定 他写的这段旋律是否能够让背地音管完整地演奏出来 所以他在他的谱下有特别的标记 如果背地音管无法完整地演出 可以让第一部的地音管低八度来吹此旋律 今天的背地音管演奏家都能够升任 并完整地演奏出这一段旋律 中文字幕100% 中文字幕100% 传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被凸显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